因为心情不好 点燃衣物引发了严重火警 台北市万华有一栋大厦 在中午窜出火蛇 那么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是立刻救出了两个人 其中一名巴巡老先生 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 幸好急救之后恢复异事 而经过调查发现 这场火警竟然是人为酿货 原来是住在大楼里头的灵性男子 因为长期失眠 而且患有慢性疾病 因此点燃衣物泄愤 没有想到火势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而灵性男子直到闯祸之后 也自行到派出所投案 老旧大厦火势一路往上窜 烟烧上方好几户 眼看几乎全面燃烧 警消奔驰抵达在外付水线救人 火势太大一时要灭 有困难只能先疏散住户 确保安全无余后 再进入火场面外加工 警消一边救火一边救人 逃出来的住户 有人被农烟倡道失去生命迹象 有人则是满脸惊恐 爆受惊吓 他窗户那边掉东西 已经喊大火了 我出来的时候 我门口已经很大烟 我房间也很大烟了 三号中午十一点二十四分 台北市万华环河南路 这栋大厦突然传出火警 火势波及其他六户 跑在一个小时后就被扑灭 警消疏散了三十九人 就出了二十八人 只是警方调查火警近视人为因素 原来住在八楼六十九岁的灵性男子 长期失眠加上患有慢性病 因此情绪低落 他点燃自家医务 想要抒发情绪 进而酿成火警 第一时间他慌张逃离现场 但住在隔壁的八十岁 黄姓老翁逃生不及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幸好送医抢救后恢复异式 另一名成姓男子则是被呛伤送医 而灵性男子知道自己闯祸了 这才到派出所投案 一度传出他基欠 赌架才会点燃遗物泄愤 但弟弟出面反驳 只是火警不只害得邻居受伤 同楼层的住户暂时也有加归不得 这全部的责任恐怕不是一句道歉 就能解决 记者森长林秉舟台北报道 社会焦点来关注到的是 艺人彭恰恰欠下了大笔债务 上个月底金权 他在三温暖和大批黑衣人协商债务 儿子还被带回家拿地契 警方当时出动了大批警力前往救人 经过了半个多月的追查 刑事局在今天宣布 侦破这起暴力讨债集团 逮捕了亲民嫌犯 艺人彭恰恰跟帮派脚头 借了3000万高利贷 每个日的利息高达了18% 而受害者除了捧恰恰 还有台中的台南蛋仔面餐厅前老板 以及前远东航空董座张刚为 三个人借款加起来就高达了3.2亿 全案已经移送地结署全版 大批园警进到三温暖内 营救对象就是艺人 蹦恰恰 这是上个月23号 蹦恰恰带着儿子到台北亚太三温暖 乔债务 不料破局 惊传儿子皮皮 疑似招人强压回家拿地契 事情意外曝光 当时对外说是乌龙一场 但刑事局经过连日布线 宣布破案 屋子里搜出大把大把的钞票 一摊开摆上桌 就差一点要放不下 这么多钱光是高利贷利息就占多数 艺人蹦恰恰就是被这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 蹦恰恰因为积欠两亿多元 找上经营台北亚太三温暖 绰号叫杨医师的富商 认识了一名诸信债务人 放款三千多万元 但一个月利息竟然高达18% 经过利滚利之后 在他们无法来偿还的时候 在施以这些暴力的手段 包括强压被害人 包括抵押不动产 警方寻线追查 发现这名朱信男子 就是赫赫有名的通话街帮主 曾经犯下多起社会案件 还经营放款高利贷 受害者不只有艺人蹦恰恰 还包括台南单载面餐厅前老板周文保 还有远东航空董座张刚为 三人总共出借了3.2亿元 现在警方一共逮捕7人 包括朱信帮主跟绰号杨医师的富商 以恐吓取财重力等罪嫌 全部移送法办 记者王志林昭贤台北报道 马来西亚籍宇大生在台湾 遭到了凶贤随机掳走遇害 震惊了台湾马来西亚两地 凶贤的父母曾经表示 想要当面和宇大生的双亲道歉 但是遭到了婉拒 今天中午凶贤的父母亲 委由当地的里长 发出了书面道歉声明 内容提到 希望能够速审速判 让儿子以命偿命 还给受害家属一个公道 而事发到现在 凶贤的家频频遭到了 愤怒的民众淡喜 家人压力很大 有家归不得 愧疚不已 但是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凶贤 却在看守所里头 吃好睡好 完全不受影响 相当冷血 对你们的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这个遗憾是我们造成的 外籍女大生命案 事发第七天 省影多日的凶贤父母 委托里长代发声明 如果能速审速判 能还给你们一个公道 以命偿命的话 也是最好的交代 儿子犯下滔天大罪 夺走人命 一家人愧疚不已 只盼速审速判 以命偿命 还给女大生双亲一个公道 对不起你们 我们的教养有问题 过错 造成这么大的社会问题 真的对不起 但最多歉意也无法挽回 其实一切早有迹象 凶贤从高职毕业后 就去当兵 退伍后找不到工作 在家啃老 出现偷内衣库举动 当时被判拘以290天 父亲还愁了29万旧子 没想到换来这种结果 案发后 凶贤住家惨遭淡喜 一家人连夜搬离 内心愧疚 寝食难安 但凶贤被受押在看守所 却是吃好睡好 完全不受影响 一场命案 两个家庭从此破碎 凶贤家属背负骂名 有家归不得 只判司法诉审 诉决 以命偿命 民凭受害家属伤痛 记者高雄做不到 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不幸遇害 遗体三号入恋火化 家属抵达灵堂 情绪再度崩溃 同学们也纷纷穿上了学士服 象征是参加毕业典礼 来送她最后一程 学校也举办了追思会 把毕业证书颁发给女学生的父母亲 同时带着她们去看看 女儿生活过的地方 而在命案发生之后 不到一个星期 现在竟然传出有网友放话 将对同校的学生不利 警方获报 火速抓人争败 眼泪溃题 事发至今 仍然无法接受 同学情绪崩溃 放声大哭 因为习俗 无法送爱女上车 母亲人在灵堂内 哭得肝肠寸断 大家心如刀割 怎么也想不到 原本要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竟然变成参加丧礼 灵鹫推下车 送往火化 女大生命案 遗体三日上午 入恋火化 家属一早来到灵堂 妈妈虚弱的 必须由爸爸搀扶 同学们纷纷穿上学士服 替女大生完成 未走完的路 本来很期待 可以跟她一起 有一个快乐的毕业典礼 没有想到发生 这么不幸的事情 决定今天提早 跟她一起 来穿这个毕业服 火化结束 父母驱车赶赴台南 校方在追思会上 颁发毕业证书 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 再度溃提 本该是女儿亲自领证书 成了父母带领 爸爸一遍又一遍 抚摸女儿骨灰 仿佛女儿就在身旁 命案发生至今 女大生父母相当感谢 相关单位协助 这次来台处理 到今天都顺利圆满了 对各单位都很感激 校方带着双亲 校园巡礼 看一看女大生 生活过的地方 隔日两人 就会搭机离台 带着女儿回家 女大生命案 震惊社会 各界高度关注下 始罚不到一周 竟然有网友放话 要对同校学生不利 校方这次不敢大意 立刻通报 针对这样子的留言 是不是这位 账号所有人 他所留的 我们还要再 经过相关的 所谓的这些 查扣物品的厘清 这名账号持有者 来自台中 被人起底 有多像前科 警方已经逮到人 正在积极侦办 防止女大生命案 再度上演 历经多日煎熬 女大生父母 终于能够带着宝贝女儿 返家团圆 不再分离 记者梁教委 王超群 王秀成 SNG小组 高雄采访报道 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 在台湾遭到杀害的命案 可以说是震惊了全台湾 因为台湾一向觉得说 治安是非常好的 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让人质疑 是不是治安亮红灯了呢 内政部长徐国勇 昨天被立委质询 治安汇报有多久没开 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给出正确解答 隔了一天才解释 治安汇报确实一年没有开 但是治安会议 有记录的就有14次 秦政长苏仁昌就解释了 没开会是他决定的 因为疫情期间 不必要的会就不开 不过国民党就批评行政院 不只是实安还有治安会报 超过一年没有开 算一算 一共有11项会报 或者是会议 该开却日期未开 上次的会议记录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吗 10月29号 治安会报久久没开会 前一天内政部长 急忙讨救兵 还是答不出来 经过了一天 有了答案 治安会报 这一年没有开没错 我们私底下在谈的 如何扫毒等等这些 这个还不包括在内 单单正式的会议有记录就14次 拿治安会议强调治安 都有在顾 行政院在秀 标格反击 说十场院会 七场专案会议都有谈治安 以身作折 治安会报不开 也是我决定的 防疫期间 不必开的会议 就不要进行 根本就是胡扯乱扯 治安会报是去年 10月28号开最后一次 请问去年有疫情吗 痛逼速魁 国民党还盘点出超过罚定 开会时程都没有开的会议或会报 从预期五个月到一年八个月的行政院文化会报都在列 更有十项法定会议 政院迟迟没召开 不过仔细看时间点 有些的确在疫情后才没开会 700多天没有开啊 这个行政院到底是怎么的 没开会让国民党捡到枪 其中永续发展委员会去年才编60多万元 上一次开会却是107年底 还是前任院长赖清德主持 另外国家化学物理管理会报 编列280万业务费 但到现在还没成立根本不可能开会 两本预算一共340万元 行政院则解释编列相关会议出席费 没有开会就不会支出 只是大家很好奇 11个应该要开却没开的会 到底何时才会开 记者赵报道 流感疫苗接种之后 国内新增通报不良反应的病例中 再增加一名死亡个案 累积目前死亡个案已经来到8个人 而新增的这名死者 是一名有多种慢性疾病的70多岁妇人 打了国光生计的疫苗6天之后 在睡梦当中过世 死亡诊断是心肺衰竭 初步判断跟疫苗无关 而外界也很关心 50岁到64岁的公肺接种对象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接种呢 指挥中心回应 需要等到幼儿接种率达标 或者是买到额外添购的疫苗 才能够再开放 打公肺流感疫苗后 通报出现不良反应 再新增一人死亡 这次是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 本身有慢性肾脏病糖尿病 还装过心脏支架 上个月19号施打国光疫苗后 25号在睡梦中过世 他的死亡检断书是开心肺衰竭 心血管疾病比较相关 从这到10月底公有238件流感疫苗 不良反应通报属于严重的有67件 其中8人死亡 但从韩国爆发死亡事件后 让不少民众对3岁以上幼儿唯一能接种的 法国塞罗飞疫苗失去信心 这似乎也成了幼儿流感疫苗接种率 始终没达标的原因之一 目前接种率只有39.9% 比往年就是来的还是有加强的这个空间 比去年第一代还不到历史最低 强调爆发新码对于赛诺费疫苗 都已经恢复接种 要家长别担心 不过统计目前公费流感疫苗 扣掉硝原接种的量剩不到50万剂 有不少50到64岁被暂缓施打的民众 心急想问到底何时才能恢复 达到公费疫苗 已经有下单到哪里 哪一个国家 那他是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 这些完全都没有 应该要超前部署 就是之前就应该规划好 很乐观说11月底会打完 其实没有那么快 在11月底之前我们会做一个研判 只要用儿接种率打标 或者买到额外添购的疫苗 就能提前开放 但具体时间却不愿透露 只怕还得再等等 压压无奇啊 就你参与罗特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